來玩這款在進行封測的 R2 M 騎士 弓箭手 法師 刺客 一樣有妹子喔 估計這種職業類別嘛 也是一樣的喔 近戰的話 如果你是重客是相當強的喔 如果你是無客的話 遠程吧 玩個弓箭手 基本角色了 開始遊戲 沒有捏角耶 那不是大家都長一樣嗎 我看他下載容量還挺高的啊 哇 他下載容量好像三四居遊了吧 這畫面怎麼比較偏向老舊風格啊 而且我的手機螢幕很大嘛 有28倍拆掉了 謝謝任務 謝謝任務 攻擊 喔 戰隊還算是可以的啊 這有天堂的感覺是不是 不過這比較適合用電腦玩 手機玩的話 字太小了 因為他又 裁接螢幕嘛 所以字就 顯得相當小 變身 解鎖了啊 變身 有到紅便耶 解鎖歸解鎖啊 我也沒東西啊 寵物也能解鎖了 召喚寵物 他有送我寵物嗎 好像也沒有吧 算了啊 先跑任務吧 雜貨商人 這邊可以買藥水了 61瓶 夠嗎 我們看一下吧 為什麼不買這個啊 我們沒辦法裝這個嗎 還是身上的錢不夠 拿個100好不好 好這樣子 應該還可以吧 前往任務地區 解鎖自動站到了啊 看一下背包有沒有什麼裝備啊 看一下背包有沒有什麼裝備啊 還沒什麼東西耶 寵物卡 寵物召喚石 這個耶 喔 變身卡有了 在那裡 不是 屁股 偷村 因此 可能 還沒有 他 你的 你 就是 你 安定值 強化時間到加6啦 所以加7以後就不安定了 會爆嗎 還是會倒退 畫面還算是不錯的 細看的話 細節都有做出來 技能 雙重加速 下拉 他就會自動去進行釋放技能了 夏天到來 大家都想要趁著 7-8月份撈一票 這款遊戲 一樣啊 撈起來 收集影片 把它慢慢收集吧 排名 沒東西 畢竟現在在封測嘛 商店 中奖獎變身一次什麼什麼的 現在封測有沒有給什麼東西啊 好像也沒送什麼東西耶 沒意思的封測啊 沒給東西的話 沒辦法適用啊 我想花錢也無法適用 這款玩的人會很多嘛 難以置信 因為嚴格講起來 這款算是進擊表現比較差 做出來比較差一點的 因為很多同類型啊 就各方面做的 是更好一些啦 這個應該就是玩情懷的 畢竟以前 桌機版的R2啊 我也沒有玩啊 我有看過啊 但是我們完全沒有玩 所以我也不知道 這個還原度是怎麼樣的 反正跟桌機一定不像的啊 桌機的傷口哪有那麼坑 是不是 這很懷疑 韓國 那邊玩家就很喜歡玩這種類型的 這是獵人意想不到 這什麼 煙熊變身 暗黑弓箭手 漂亮喔 增加負重 獵人雞湯 吞一吞了啊 我們看一下變身 這是每個人都會送的 我想要看一下就是 哇差很多耶 你看 綠色的 跟紫色的 其實落差就很大了是不是 攻速加52% 很明顯啊 明顯攻速就變快了 射起來 射起來 還挺好上手了 我現在吞了好多buff 如果這種類型呢 不要做得太課心的話 還頗能接受啊 是不是 我們來看一下選項 探索範圍 我們來看一下選項 探索範圍 沒有了 沒有了 不要先不要 畫紙 環境 喔 這邊是設置的 十幾 十...啊 這種拾取道具啊 到後面應該都是蛇羽比較高級的 到後面應該都是蛇羽比較高級的 後面再調就好了吧 我現在本身也很窮 加一的裝備 這邊 進行攻擊是會消耗弓箭的啊 我現在五千多發 打蝙蝠 擊退哥布林 這個如果真的要玩的話 一開始 是不是要創秒三個帳號 自己帶 自己玩 這樣可能會比較快一點 好吧 遊戲就會玩到這裡了 看他推出的時候有沒有別什麼好的東西吧 目前來看 就普普通通啦 算是情懷類型的 本次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 拜拜